侯主播台東中心路四段一間大型機車行 今天凌晨十二點多突然發生火警 休蒙火勢夾帶大量濃煙火車筐燒猛竄 一路燃燒到旁邊民宅 裡面的住戶五人機師掏出 街坊鄰居也都被嚇醒 鄰居臉上全寫著驚恐 說心臟簡直快停了 來聽一段住戶怎麼說 火苗疑似從車行二樓竄出 一路往三樓燃燒 由於車行內大量堆放貨物和器材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加上二樓到三樓空間都是打同格局 一燒就坍塌嚴重影響救援速度 而且現場濃煙真的太大 嗆得消防隊員都快受不了 兩路的部分的一個樓板 是有坍塌的現象 所以造成我們搶救人員 也沒有辦法直接到 頂樓的一個部分去做一個延伸 火勢在兩小時後 大約在凌晨兩點半獲得控制 車行出估損失高達千萬元 另外在台南北區一間KTV 十四號晚間也發生火擠意外 熊熊烈火和濃煙 不斷從頂樓竄出 由於起火點是最頂樓的廣告刊版 消防人員升起雲梯車迅速出水 撲滅燃燒的帆布 許多民眾是歌唱到一半 在店家和消防人員疏散下相繼逃命 索性這涼氣火警都沒造成 任何人員受困傷亡 氣火原因還有待釐清 主播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